大家好 欢迎来到地理娱乐局 吹婚和相亲 这应该是这些年来最火的话题了 其实不光是这些年 自古以来 都有着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的说法 而且这一方面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 在整个人类群体中都是一样的 而这某些特殊的朝代和时期 男女到了结婚的年纪 如果按时结婚 如果男女到了结婚的年纪 则会有相应的奖励和补贴 如果还是单身 还会面临相应的处罚 可见人类对婚姻的看重 因为这关乎着整个种群的生存和发展 可是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原始部落 他们这里没有吹婚 没有相亲 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就是指他恋爱不结婚的达克帕部落 主要括 达克帕部落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北侧 的拉达克地区 营口只有不到5000人 分布在印度和下游的村庄里面 达克帕部落非常奇特 众所周知 喜马拉雅山脉附近 是传统的藏族居住区 但达克帕部落并不是藏族人 他们身材高大 皮肤白皙 有着浅色的大眼睛和挺拔的鼻子 这种外貌特征完全不像是藏族人 甚至连亚洲人都不像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亚利安营 亚利安营是欧洲土著民族 二战时德国的小胡子 炮制种族政策鼓吹亚利安营是最高贵的民族 子弟就是这个亚利安营 要知道欧洲离喜马拉雅山远隔万里 那他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公元前334年 马其顿国王亚利三大 率军东征亚洲 一直打到了现在的印度地区 公元前326年 在印度河战役结束后 亚利三大离开了这里 但是有部分士兵因为掉队和其他一些原因 被迫留在这里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他们来到了第四复杂的拉达克山区安顿下来 这就是达克帕部落的由来 因此达克帕部落坚称自己 是纯种高贵的亚利安营 因此他们对于血统看得特别重 讲究一个纯字 他们不与外族通婚 这种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 这里是指族里的女性不能嫁给外界男性 而族的男子可以娶外族女性 达克帕内部的婚姻观念更是奇葩 他们没有婚姻制度 也并没有固定的一性伴侣 换句话来说 他们的伴侣可以随时更换 只要是看对眼 都能成为伴侣 这种方式他们并不会感到羞耻 反而因为是团结不落的表现 这种伴侣的维持时间不同 最少的只有一晚上 最多的可以维持几个月 如果女性怀孕生子 生下来的孩子就由女方家庭来照顾 每个人都会把孩子当亲生的来看待 等他们年长死 孩子还要为其养老 为了降低部落那新生儿的遗传病概率 达克帕内部还有着这样的规定 在一个家庭里面 男子是不允许和姐姐妹妹在一起的 也不能和姐姐妹妹的女儿在一起 但是允许同姐姐妹妹的孙儿在一起 造成这种奇葩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他们对血统的看重 他们始终因为自己是最高贵的血统 其他民族血统会造成无言 毫不夸张地说 虽然达克帕部落并不先进 也不发达富裕 但是他们却发自内心 鄙视着大多数民族 这一点跟欧洲非常相似 以前欧洲皇室内部有多乱 可以说是隐隐皆子 即使在现在的欧洲 血统说还是大行其道 很多人拼命攀附 就为了证明自己高隐一等 所以说达克帕部落是来自欧洲 是很有可信度的 达克帕对纯的追求 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 不光是在婚姻方面 在其他方面也要讲究一个存质 在他们眼中 自然的事物是最纯净的 所以山、水、花、树、草等是很纯净的 因此部落里不管男女 头上总是带着花 这是最美最纯净的装饰物 家家户户都种植着不同类型的花卉 每到盛开的时节 到处都是花草的香气 他们是典型的素食主义者 莲油都是吃的自己种的植物油 拒绝所有类型的肉 但、耐等 只吃从地里长出来的食物 因此达克帕部落是一个典型的浓耕部落 也是一个比较勤快的部落 因为光吃素食 让他们对食物的需求量很大 加上高强度的劳作 必须种植较多的小麦、蔬菜、瓜果等 才能满足一家所需 他们对自身的要求也很高 他们会把房屋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把供应最脏的灶台都打扫得一尘不掩 谁家的灶台长甚至都没脸见银 这就是神奇的达克帕部落 尽管他们内心十分骄傲 幸福感很高 但因为他们的观念 让他们的发展始终止步不前 维持着很原始的水平 而特殊的婚姻制度 也让部落的银口越来越少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消亡只是时间问题 顾不自封不可取 跟外界多接触、多消息 抛弃漏席 才能实现长久的发展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直散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